在星海爭霸的世界裡 如果連輸給瘋狂電腦無償 那就令人髮指啦 各位觀眾朋友 這場比賽是由要為太陽神 要對上的是橘子熊隊 我是徐淡源 而在我身旁為您邀請到的是 江湖上人稱Soubet的張宣祺 Soubet你好 早安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SoubetRash Soubet好久沒有來在我們的電視轉播當中 依舊是力爭上游嗎 依舊胖胖的 對啊 你是依舊力爭上游 對人生在奮鬥當中 對 沒錯 不過今天的比賽呢 也是每一位選手都要力爭上游一下 力爭 不是爭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呢這個賽制不一樣了 是KOF的這個賽制啊 這個賽制呢也是 剛剛呢實行的 The King of Fighters 這個就是俗稱的擂台賽啦 那這個我們在偷偷圖卡呢 來看一下就是輪番上陣依序上場的輸的離場 然後贏的呢就可以把手指頭勾一勾 說跟下一個說下一個 對 沒錯 就上來 贏的繼續打輸的就是被淘汰 那你也可以一個打三個最多只能打三個 不能打十個好不好 這就是呢KOF的雷排賽 那在這個KOF的這個賽制裡面呢 其實呢像昨天呢在這個網路直播裡面 Kauli已經有打過 他打了三場 對 他贏了兩場 輸了最後一場 那我也問他說 到底對這個精神體力 集中注意力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他就撥撥他的這個 捲捲的頭髮跟我說不會 哈哈 真的嗎 你這個不知道這個手本 你也有玩過這種賽制嗎 其實我覺得選手一定會疲勞 我對我以往有看到 之前有一次DS是白天打比賽 晚上再來打接手 那根據表現其實就沒有很假這樣 對所以還是會有點影響 對但有另外一個就是 對於精神力特別好的選手來講 他們會認為哇已經暖身好了 是 對威力只會更強 會更弱 對 所以這個賽制我們就來看看 在我們電視轉播的過程當中 今天晚會祭出什麼樣的一個火花呢 我們首先現在關上目前的戰績啦 現階段呢 是華埃斯白德取得了五勝一敗 耀月太陽神三勝三敗 耀月是三連敗之後 目前二連勝 那樂神鋼鐵是三勝四敗的成績 橘子熊不是有勝嗎 但是 兩勝五敗啊 二連勝之後 最近橘子熊吞下了四連敗了耶 這個橘子熊也必須要加油囉 這個四連敗當中呢 有一次就是這個 這個勝出兩回合嘛 兩回合 那另外有兩次都是 這個勝贏了 但其他人都沒贏 就是贏了兩回合 好 這邊要今天介紹的是 橘子熊隊的教練 龍騎教練 葉仁龍教練 因為呢四葉教練呢跟勝去日本 兩個人去日本玩 都去日本有活動 那這邊呢介紹的第一位選手 是十年Slam 劉葉晨選手 第二位選手呢 是我們帥氣的千筆哥 蕭千筆選手Hero 接下來介紹的是 非常有喜感的 他說他是 克勞里林以中選手 他是大將 對 大將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腰月太陽神這邊的總教練 胡志欣教練 宙慈教練 而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阿波 楊覺鴻選手 第二位介紹的則是 你好嗎 好哥哥 好阿友 梁永善選手 第三位呢 則是我們的軟球 仁皇蹦 真正宇選手 好 這個KOF的賽制喔 其實只有 第一棒 有第一場的比賽 第一回合的比賽 是仁先排好的 對 那後面呢 還不一定 誰是第二個上 雖然我們介紹有順序 但不一定 不一定喔 後面的 是當場才決定的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 第一場要對上的是 腰月太陽神的 April 三勝三敗的成績 對上的是 Slam Slam呢 是三勝五敗的成績 這個猛烈先生 Slam 十年啊 他ID叫十年啊 二連勝之後 蹲下了一個三連敗啦 那至於呢 這兩位選手 是第一次的交手 第一次的對戰 這個April呢 對上重組喔 上個賽季 是一勝兩敗 贏了白 兩敗都輸給了Max 那本季是零勝兩敗 輸給誰 San 兩場喔 所以呢 他這個 對重組是一勝四敗 那至於呢 這個Slam呢 上個賽季對神族 是三勝兩敗啊 三連勝之後 都能二連敗 那但是呢 他本季是第一次遇到神族耶 這過去 八場 他都沒有遇到神族 那也還真的是蠻厲害的喔 對 對方都派人類來電他 好 那他們將是在 颱風之巔來交手 就馬上比賽開始囉 比賽開始啦 對我們民主上 現在看到的是 五點鐘方向 五點鐘方向 這是我們耀曰太陽神的 April 藍色喔 藍色的神族 嗯 那再來這是一個原點喔 在搖箱隊 11點鐘方向 這是橘子熊的Slam 十年 紅色 紅色的重組 是 哇這個KOF賽制 這個Slam 他昨天呢就是這個 比最後一回合耶 對不對 他是比最後一回合 2比2的時候 他是橘子熊最後一個上來的 結果輸給了 重組內戰 輸給了敗 也使得呢 橘子熊隊昨晚是 輸掉了比賽 哦 輸給了樂勝鋼鐵人 那耀曰太陽神的部分呢 他們是 哇 終於是中斷了 對史最長的 三連敗之後 最近拿到了一個 二連勝 3比0贏樂勝 上一場是 3比2贏橘子 也就是說那個 呃 有兩回合被Sam 引走 但其他的三回合 他們都贏下來 對 不過Sam跟 四葉教練喔 是去日本有活動啊 對沒錯 是東京電玩展 哦東京電玩展 對是盛世啊 那個規模也是 像我們剛剛看那個電競週報那一種嘛 對相當大的 真的是電競迷的天堂耶 好瘋狂喔 沒錯 說貝也很想去日本看一下 女星 哈哈哈哈 松島菜菜子之類的 是喔 對 這邊採用一個 哦這是直接裸霜了 松島菜菜子也太是熟女了吧 因為老一點老人被 對 這邊採用一個裸霜喔 是十年這邊 很少見到大的神竹 比較少人 不過因為這張地圖 是一個比較遠 比較大的一張圖喔 所以我們大膽的採用一個裸霜 他工兵出來偵查 對 太風之巔喔 這個Apple在上個賽季是一勝一敗 本季他有打過一次喔 一勝0敗贏了 父爺FZZ 那至於呢 十年上個賽季在太風之巔 是0勝1敗 輸給了Kassin 大家應該還記得這個選手吧 那本季他已經打過兩次了 一勝一敗 贏了白 輸給DS 所以本季他們在這邊 太風之巔都還沒有說 這個對過神組 就是蟲族沒有對過神組 神組也是對人類的喔 裸霜啊 十年用裸霜 說怕的就是神組打快攻過來就對了 對怕的就是快攻 無論是狂犬式或是光炮 硬是蓋在你身上 那都是非常危險 欸他鑽進來了 對已經鑽進來偷瞄一下 那現在 要跟探測機纏鬥嗎 對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他結果不進去看還要硬去追探測機 對因為他門口稍微看了一下大概可以知道 已經看到了機械控制核心關鍵的一個建築物了喔 喔 Apple這邊打算直接搶礦了嗎 喔非常大膽喔 在斜坡下面 單兵營在斜坡放下第二個水晶塔 應該是打算要搶礦 單兵營開礦 那這邊的話 施連這邊 應該是要提升自己的狗術 就要挺瓦斯喔 看是不是要爆翼化蟲來做一個攻擊 一隻翼化蟲這個時候跑去 只能閒晃而已 閒晃而已喔 因為他完全打不贏 喔 走半途就遇到煞星了 對 就遇到追獵了 這個就是閒晃失敗 對沒有成功的到達對手家閒晃 那現在 就還沒有翻過圍牆又被教官抓到 對 沒錯 這邊偷了一個五塊錢 要搶晃 搶晃啦 惡晃下去了 惡晃放下來非常大膽喔 那現在放下二礦 加一邊在升級空間之門喔 那我們就要來看實驗這邊 有沒有打算要做一個硬壓 有時候重駐在這時候選擇 用爆彈的硬化蟲做一個攻擊 那也有可能會搶三礦 或是潘科技喔 不一定 來看一下 加一邊要補工兵了 繼續補充自己的工兵 不過這個 K.O.F的賽制 大家都覺得 可能電視機前的觀眾 也覺得蠻新奇的齁 那也是採取這所謂雷台賽 那這個牌的棒次呢 或者是有人說蠻像劍道喔 就是日本那個劍道 台灣也有那個劍道 對 像這個清大交大他們都有這個劍道賽 他們有分為 如果他們是五個選手啦 那如果分為三個的話 就是先鋒中間跟大駕 對 那怎麼牌這個倒是一個學問 對 像我們之前小時候有看過那個漫畫 那個好小劍道的漫畫 那個先鋒一個人就把對方通通幹掉的那個 雖然打得髒兮兮的那個 不過今天他們這樣子牌第一棒這樣出來 不知道周貝爾覺得呢 因為這個QF賽是沒有分主客場 所以其實雙風這牌可能是以地圖來做一個選擇 對 就是可能你們三個人我覺得啊 第一張是太豐之巔 那我們覺得哪個選手派上去勝算較高 那就會以他出賽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看到對方的提言名單之後才會 哇 嚇一跳或者說喔 就這樣 對 對 所以還不知道對方是什麼 派著哪一個選手就對了 對 所以應該是看第五在派人 所以這邊已經升級了二本 沒有搶框而是選擇二框直接就升級了二本 要攀升科技了 而且呢一化蟲已經長翅膀了 速度提升了 現在有很多了 對從下面繞一下 是不是要答案來偷襲 看一下這邊 Apple的防守是已經在蓋光炮了 這相當高位 所以Apple神族這邊他下二框 而且沒有受到任何的騷擾 對 會不會神族就會變比較厲害了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要看接下來 因為現在 等於說實戰這邊是放棄了騷擾 而是補充自己的經濟以及科技 所以下一個就要看一下 實戰這邊的科技 有沒有辦法佔到一些優勢 對 那現在放下第三個主堡 應該要出的是 喔要出感染蟲 放下了感染槽喔 因為有 我聽過有指說啦 就是說神族啊 這個比較高貴的 如果他讓他的兵研發出來的話 他的值是比較好的 對 神族的兵的值是較為優勢 然後蟲族就是要靠量 喔 對 所以在Apple這邊都沒有受到任何騷擾的情況下 如果他順利出兵 爆兵出來的話 蟲族 那這個是幻象 對這是幻象 算來偷看兩下囉 打人不會痛的 嗯 喔好 頭瞄兩眼 那也看到了喔 有看到感染槽了 現在在升級的是感染蟲的能量 對 那神族看到了 蟲族感染蟲 感染蟲 那怎麼辦 現在已經在升級了 閃現追劣 嗯哼 對那接下來就要看一下 他的科技走向喔 有時候 其實不一定有可能會出巨象 對但是目前看起來 應該還是以一個 兵營的一個兵力為主 所以還是靠閃現追劣還有哨兵 要下三礦了 喔對 這邊先放下三礦 喔多了一隻工兵 現在家裡面又 現在要開始爆兵了 充足可能要開始爆兵了 看一下 咬這顆石頭有什麼用呢 這是要等 等一下如果神族要搶三礦的話 就會搶在那個位置 喔他先去把他 石頭打掉 這樣子我就比較容易可以侵略你 打你的三礦 那剛剛我們看到 Apple這邊家裡面是 喔是要出高階聖堂武士喔 聖堂文庫 喔 而且Apple這個正式擺得非常好 先追劣 然後少尉 對已經擺好 不過 對阿 石頭被咬還沒發現 喔 看到也看到三礦了喔 現在感覺兩邊都還是一片 祥和 對 暴風雨情的寧靜的感覺 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來玩營運就對了 對現在兩邊在補充自己的弓兵 兩邊的弓兵數量其實都相當多了 那只是看接下來 現在升級的是心靈風暴 兩邊都出的是魔法品種 對一邊是蓋眼蟲 那另外一邊是蓋眼蟲 喔直接衝了進來 這個是三礦 三礦被打了 喔要硬打 還沒有蓋好就要被打掉了 喔應該要被點掉喔 取消掉嗎 好應該是取消了娜蝦 喔想走 喔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三個立場喔 把他堵死 像謝安真一樣回不去了 真的 我還要 這樣算有賺嗎 稍微阻止了你開三礦喔 但是 喔拖延到了 對主要是拖延 那家裡面現在要繼續產兵 對但是因為 只稍微拖延了一下下 再升級的是 喔神經寄生 喔這個是展元相當相當喜愛的一個技能 不是 可以嘟別人的是不是 對 會把別人 收為己用 抓起來 對收為己用 可以控制15秒鐘 喔 只能控制15秒鐘 對只能控制一段時間這樣子 對 像凱莉根就被嘟了 就變蟲竹 對 那你就必須要把那隻甲蟲 打爆才能把他救回來 或是等時間到 喔 金姆雷諾一樣 對沒錯 那現在升級三本 要撐蟲巢了 那接下來要繼續 喔還是沒有想收 不過這邊的防禦功能做得相當不錯 而且兵力幾乎都放在這邊了 不過那個 去咬那個石頭 真的有他的用意 而且那個地形 反而是 進攻那邊是高地耶 對 這樣子就可以 我們在這邊可以一個主特異手 而且會變得說 喔這邊直接 直接丟受甲蟲的人類 然後這是一個雙線的一個進攻 來看一下 旁邊這邊喔 感覺雖然並不夠多喔 這是甲蟲丟出來的受甲蟲的人類 對 結果被光炮給打掉了 對 這邊 Apple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穩健喔 三礦放下來之後 還放下一些防禦公式 光炮 然後現在穩穩的 高階聖壇武士已經有了六隻了 喔 雙方也都還沒 也沒有繼續搶礦了喔 這邊喔呦 再搶了十二點鐘 十年 放了一隻異化蟲在那邊 對 是阻撓對手搶礦 對如果對手要偷偷的跑去蓋的話 那現在這三本已經完成了 來路 喔這個 哇這個甲蟲 躲在那邊 自以為躲得很好 對 結果落單了 被抓起來打 對 哇剛剛那個損失 對於現在 現在的蟲族來說其實損失算相當大喔 嗯 對而且那個能量其實都相當多的甲蟲 哇 現在我們看到人口數瞬間 瞬間現在是落後了喔 拿起來就要來看接下來 不過 我看到十年又下了一個礦了 在七點了 對 那這邊的話現在來到五礦 我五礦了 對已經到了五礦了 可是能不能踩的是個重點 因為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Apple沒有打算繼續 讓對手營運的太開心喔 必須要給對手一點壓力 那現在這邊 實驗是偷偷在攀升自己的三本喔 呃 是已經在準備要出的是寄生蟲蟲了 來到了 試況已經完成 那現在 腐化飛蟲喔 等一下就要變身 嗯 Apple還是沒有前壓喔 對 這要打穩 這要穩打對不對 非常量穩健的感覺喔 嗯 那家裡面 雖然說現在人口數是優勢 但是感覺喔 Apple這邊 因為中間是重胎喔 他也不太敢貿然的前進 非常的穩健喔 那現在喔 這個部隊量真的非常非常多了 人口數173比137 是神族是領先的 是 對 所以下一波會戰 但是關鍵在於 所以就要看Apple這邊有沒有發現對手攀升科技喔 因為 現在要出寄生蟲 那想要再繞一花蟲來做一個攻擊 我都在旁邊 對啊 這個Apple 之前跟Sam打 我們都 就覺得他應該要 要往前插了 結果就 少了那股 對 應該要獲勝的 對 這一次他跟Sam打是 打穩的 穩自絕啊 穩自絕 非常非常穩健喔 那這邊想繞 但是完全就是 又回不去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操作 因為前線被攻擊 應該可能在操作前線 自己家裡面的兵力 嗯 哇 現在這個四況被打了 那幾隻王蟲 應該 真的要飄過來了才對阿 有了有了 左邊 哇這個甲蟲沒有操作好 甲蟲就 必須要往旁邊躲喔 那必須要想盡辦法 先定住對手的主力部隊 哇 幾個心靈風暴閃電 打著 打在一話中間 非常非常的痛 真的 這一拔下來喔 心靈風暴 對 那現在 範圍性的傷害 讓你走了 先來這邊的話 就要看一下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 A4這邊的兵力 明顯是比較 比較有優勢的喔 但是就要來看 有沒有辦法清掉 直接貼上來 這個要硬點掉 機車王蟲嗎 好 這個下面有很多的 後蟲在補血 哇 在重胎上 現在是在重胎上 對 現在在重胎上喔 不過機車王蟲的輸出 是相當相當的 有用的 那現在 被迫是後退 對 剛剛那個操作沒有操作 很好 因為 對方的後蟲一直補血 一直補血喔 我們發洩的時候 已經有點晚了 嗯 那 蟲足十年 這邊也沒有要壓過去 對 因為機車王蟲飛很慢 對 要壓過去 要等機車王蟲飛過去 我們都會想飄過去 真的喔 好 飄過去的話 就要來了 空中的魔鬼魚耶 可惡 飄過來了 飄一飄又回頭 又飄回去 因為後蟲沒有能量 對 高級戰爭武士 有一個技能叫反饋 它可以消掉你的所有能量 而且會造成你的傷害喔 所以剛剛把它的能量消掉之後 後蟲就不能補血 哇 這邊武礦也經營起來了耶 也有幾個工兵在那邊踩 對 但Apple也有四礦 也有四礦 神族都開到四礦 對 神族都開到四礦 他現在就出巨像 他就要看一下後續 所以一化蟲要繞下面 如果 這個捷徑 對 從旁邊繞喔 這個其實稍微是繞一點遠路 但是 不會被對手發現 對 而且這個捷徑 哇 來了 喔 狂山蟲還有衝鋒 對 狂山蟲有衝鋒 不過不用害怕 因為一化蟲已經提升了攻速了 對 所以打人非常非常的痛喔 那現在背部要救 太重之間這樣地圖 因為小路非常非常的多喔 對於蟲族來說 其實機動性來講 是比較有優勢的 哇 又是硬點主板 哇 喔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真的 紅斜了耶 紅斜的狀態 哇 這個主堡 哇 現在要出星際之門 要出虛空喔 必須要出虛空來克制寄生蟲 不然真的是 對於神族來說 打擊戰蟲蟲 還是需要依賴一些比較 比較兇惡的空軍 哇 來了 好 好像會先丟出一些小滴出來 對 它的攻擊同時會丟出 它的小小的寄生蟲 對 那個小寄生蟲 存活的時間並不久 對 但是一樣打人會痛 是 我要一隻 兩隻巨象 對 現在要兩隻巨象喔 那巨象應該就是 就是專門幫忙親這種小蟲 讓追獵可以做一個攻擊 看一下 喔 後面的蟑螂蟲很多 蟑螂 對 後面在補蟑螂的喔 我們必須後面補出一些 蟑螂級感染蟲 這樣子的一個兵力配置 對於神族來說 這個操作必須要相當好 想聽嗎 噢 虛空出來了 虛空出來 打空中的 對 當然 一個追獵直接 閃現過來 要硬點掉所有的寄生蟲 哇 兩個膽電 這個心靈風暴非常強啊 對 非常亮強 不過後面 橄欖蟲在幹嘛 橄欖蟲繼續在後面定喔 還有不斷的做一個範圍傷害 而且抓住了你的虛空 哇 虛空 虛空被抓住了 虛空變成蟲竹用的了 對 變蟲竹用了 不過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對 做了一場好夢之後 回到了對手家中喔 但是 現在丟出了受干人的人類來攻擊你 哇 不過這邊的追獵 還是慢慢的補上來 對 可能這一波會打不下來 好 守住 嗯 你的虛空後來又補兩隻出來 喔 這邊 翼花蟲鼓過來 真的要再不會壓了 對 翼花蟲出來 這個後面完全就是靠翼花蟲來 打你呢 有啊 這邊怎麼沒有守到 虛空是不是要趕快回來支援一下 連翼花蟲不能打虛空 嘿嘿嘿 還是需要有點 人來幫忙喔 那二礦這邊是被打到 攻兵被迫 全部拉走 這個翼花蟲真的在裡面騷擾喔 對 那這個是主礦喔 主礦我們看到喔 這個就完全就是把狗給成功了 溜了進去 沒錯 這個 狂戰士在那邊擋不住啊 對 狂戰士在那邊 現在打翼花蟲 其實有點 沒有那麼的有力了 對 因為翼花蟲升級了攻速之後 打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翼花蟲現在是2-2了對不對 現在3-3了 已經升到3-3了 對 那狂戰士是3-0啦 喔 攻是3 狂是0 感覺說被打很痛 嗯 對 被咬非常非常的痛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 哇 這個 這邊是瞬間被秒殺 哇 這邊三隻虛空了 吸管這邊亂噴 雷射光出來 一直打一直打 那現在 還有得打的感覺 稍微再撐過了一下下 但是 因為6點的礦區也開始開採了喔 這就可以 剛剛那個 紅血沒有被打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所以現在其實 經濟還是勉強的維持的過來 不過蟲竹的Slam就是 橘子熊隊這邊的 已經開到6礦了 對 現在的礦區 繼續開採出來 只要打到大後期的話 這張地圖 蟲竹一化蟲是 非常非常有力的一個武器 可以到處繞一繞去做一個攻擊 嗯 好 那現在 應該是還要再出點 替身王蟲喔 好 我現在蟲竹看到7塊 第7個礦區 對 現在第7個礦區 主堡正在蓋 嗯 對 但是完成之後 現在 有在開採礦區 目前是3個 是 那現在這個部隊 哇 人口數有落差喔 人口數差了60 那一波這邊 要搶出門了嗎 現在是蟲竹喔 是紅色這邊的人口數比較多 對 這邊有兩個合為一個的 對 執政官 執政官 白球 這兩個合為一個 他佔的單位會比較多啦 是不是 對 他就是佔原來就是兩個 嗯 就是兩個高階上武士的單位 對 就佔四人口 是 對 哇 又變身了 對 又變出來了喔 那這個寄身王蟲 對於神主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頭痛喔 必須要依靠虛空做一個攻擊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部隊喔 計程王蟲 怪喔 一見面就抓住你的人 他抓的是 執政官 他抓的是執政官 他抓執政官 抓跪的 黑波士打出了GG 哇 結果是巨子熊隊的 蟲竹選手 Slam 十年 在KOF賽季拿下了 第一回合的一個順利 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拜拜